大家好,我是南夏 今天是我们这个区域进入S3的最后几天 趁着S2还没有结束 给大家赶紧更新一期萌星象的视频 就是在S2开启的一个新的玩法 就是侠客军 侠客军总来说就是这个 冰联霍解这个霸业达成之后 有一个侠客军功能开启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正题里面找到 这个正军 这里有个起兵 起兵之后你就成为一个侠客军了 侠客军的基本介绍 我在此就不多做赘述了 因为游戏里面相关的这个介绍 包括动画展示都是有的 特别对于S2来说 它的介绍是非常详细的 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 关于萌星你要是在S2的时候想成为侠客军 就比如说我这个号就是入匪 我们一般把侠客军称为土匪 你想成为侠客军 或者来说对于正统军 你如何去防御侠客军 这两个问题展开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前面赛季的小伙伴 对一些东西确实是不太了解 无论是武将配将方面 还是基础的玩法方面 不是很了解 所以对于有一些小伙伴 可能还在S1马上要进入S2 或者说S2刚开始 有陆斐的意愿 或者说有好奇的点在这 那我就给大家展开说一说 首先对于正统军来说 我们先说正统军 我们就把这个在同盟 或者国家里的玩家称为正统军 然后如果是落了匪的 我们就叫侠客军 侠客军这里就不是同盟 或者国家了 是军事 对于正统军来说 防御侠客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侠客军他是可以相当于来说 比较肆无忌惮的到处飞 就算被打掉了 他也就是花十万 就是四十万吧 四十万总资源 非常快的再起 非常快的签成 不像我们普通玩家 正统军需要五百金珠的一个签成 五百金珠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你要说总签总签的话 那一个赛季下来 可能也要花掉挺多次 这个五连机会的 所以一般来说正统军玩家 经常会受到侠客军玩家的骚扰 那这里我要提几个点 一方面 侠客军骚扰 有的玩家非常心疼自己的资源 觉得侠客军去掠他的地 或者去翻他的地 他就特别喜欢一股脑子 把兵全部冲上去 跟别人打了半死不活 这里我要觉得 就是你要去理智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侠客军的补给里面 每天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战功 购买一个预备军 并且他是通过10侧点 就是这个侧点 可以购买一个比较充足的资源的 所以这一方面 如果是打短期进攻的话 我们举一个前中期的例子 可能前中期大家都没有3万兵 对不对 3个40级 或者说甚至说是 就大概都是40级出头的时候 侠客军起来了 大家这个兵营等级也没有上来 其实也就是2万5左右的兵 2万5左右的兵 如果他的战功比较多的话 他这里一波就可以补上一个1万2 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这里游戏里面是存在一个 伤兵和死兵的机制 所以你们打了两败俱伤 他回营之后 他首先家里的城里面的兵补一波 你城里的兵补一波 出来又打一波 好你再回去 你没有兵了 但是他通过战功 跟你刚刚打下得来的战功 甚至说跟你刚刚打下得来的资源 他立马又开启征兵 并且他立马又开启 通过换预备兵 又可以进入下轮的打仗 那你这里就是一个非常亏的地方了 所以我建议正统军 在面对有多个侠客军骚扰的时候 要做到以下的几点 最好是做到以下几点 一方面就是一定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同盟的主力部队到底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出生州进资源州的时候 出生州进资源州的时候 比如说江东或者金楚他们往江汉走 那如果你在江汉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大部队 大概在哪个郡的哪个位置 然后最好是第一步就把迁城迁在 大家都迁在一起 迁在一起呢 有侠客军来了 大家一起对抗 因为刚开始侠客军他自己一般不会那么团结 大家都是散兵来的 不是骂人那个意思 就是零散的兵 共同抵抗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还有就是一定要多去打一个自己城外面的地 因为这种小的连接 比如说小的连接 有时候码头像这种地方 经常会被侠客军占据 经常会被侠客军占据 就比如说这里 然后你的周围 比如说你在关中一些比较靠山的地方 只有一个出口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周有侠客军 然后同盟的一切活动你都参与不了 你根本就走不出去 因为侠客军在这里堵截着你 你一来 他们有一队两队把你一吃掉 这里就会陷入一个非常 非常夸张的恶性循环 就是你出不去 然后不停的晚上 或者说在你睡觉的时候 还有人继续来骚扰你 骚扰你 你的资源又出不来 然后你的主力部队又受伤 没有兵 没有资源 慢慢就除了每一天领一领这个铜币 领一领月卡 抽一抽这个免费和单抽 几乎就没有游戏体现感了 这也是很多小伙伴在SR被劝退的理由 我这里说的是劝退 就是被土匪打退的理由 真的有很多 大家可能现在没有 如果有一些小伙伴是S1的话 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你到了S2 你一个同盟 特别是那种战斗率比较不太理想的小伙伴 经常会出现 一两周就被侠客军打退了 退的不想玩 就是被打的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每天一醒来 就发现自己的主城在着火 然后一点开 里面也没有兵 然后也没有资源 争面争不上 科技也点不上去 好 那这里就要我说到第二点 就是大家要学会藏兵 就是晚上的时候 最好啊 有的 因为有的小伙伴 他的这个主城里面 他可能不太放 器械 对吧 有的是喜欢五个主力啊 或者说三个主力放两个器械 或者说四个主力 一个器械 甚至有的小伙伴 可能说是一两个主力啊 然后其他都是器械 然后还有一对斯巴达 两对斯巴达这样的 我的建议是啊 我的建议是 对于主城里存在斯巴达的小伙伴 不要拿斯巴达占主城的位置了 就像就比如说 我这里是为了给大家做展示 所以特意调成这样子的 一定要学会藏兵啊 什么叫藏兵啊 这里要普及一个 给萌新朋友们普及一个 这个知识啊 就是你一个队伍 在没有主将的情况下 他是没有办法出征的 看见没有 这个队伍就被藏起来了 你看我这个攻占 没有 明明这个队伍 还有两个武将 但是没有主将 他就进攻不了 好 所以说 只要你做到 每天晚上 在睡觉之前 比如说你现在都是有兵的 兵都是满的 兵都是满的 然后 你在睡觉之前 为了防止侠军来骚扰 一定要做到 把这个你的主力啊 拉下来 控住将位 有的时候宁愿让他白打 让他直接把你的城打掉 不要去浪费这个三万的兵 一对是三万 两对就六万 三对就九万 不要去浪费这十万的兵 有的时候你自己算一算 自己的那点 粮草够不够征十万的兵啊 有时候都不够征十万的兵 对不对 好 然后 器械那些东西 特别是器械那些东西 如果发现 自己周围有侠客军 能不放在主城 就不要放在主城了 找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起个帐篷 偷偷的把器械运过去 不要放在主城了 或者说干脆就不上 我就空两个位置 就是为了藏兵 好 还有第三点 我刚刚说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多配合 然后注意自己的位置 第二点就是要学会藏兵 这个是比较偏新手一点的知识 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一定要分清楚 分清楚就是 就是你周围的土匪 他大概活跃的时间是多少 很多土匪 他自己的战斗力是不怎么样的 所以他说他白天 他有他也很怕跟你硬碰硬 所以他会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来掏你 他他掏你一下 然后你睡着了 你补不了兵 比如说你打残了 我补不上兵 然后他回去补一堆兵 又过来打你个残的 你立马就会沦陷 所以说第三点就是养成 不好意思 我把这个微信退下 第三点就是养成 晚上睡觉 观察周围 有侠客群 或者说周围 马上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红了 马上避成 就不要想太多 我立马就避成 安稳度过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样的 再避成 我一有避成 我不玩的时候我就避成 这个东西是一个概率事件 但是如果一个土匪 或者两个土匪 看你 这个人他怎么总避成 我不行 我在这个地方占不了便宜 他慢慢他就饿死了 为什么他会饿死 我等一下会说 他慢慢他就饿死了 他就不会来找你的 他就会找别人了 还有第四点 就是城里的酒吧 侠客群是没有酒吧的 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不了 九宫和八卦 如果 其实是对抗侠客群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 一般人被掏 被偷 都是自己的部队在主城 部队里面 在主城里面 但是如果你有酒吧 你有两个主力 然后对面的匪 也只有一到两个主力 有的时候 他马帕补了两拨兵 他都不一定打得过你的 因为酒吧 大家城市非常厉害的 好 这四个点 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如果你是正规军 去对方侠客军的时候 第一 注意自己的位置 要多和 就是你的盟友们合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学会 珍惜自己的兵力 有的时候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资源 你感觉被掏了很可惜 每天醒来就剩 明明一两百万的粮食 突然就变成十几万了 但是你转念一想 你部队里那么多兵 蒸满要花多少粮呢 有的时候你爆仓都不够 对不对 一定要珍藝子的兵 而且蒸兵是需要时间的 现有的兵可以直接投入作战 这里有一个时间成本在里面 好 第三点呢 就是刚刚跟大爷说了 要学会这个必成 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 你要睡觉了 我就必成 看周围有来匪了 我等一下我不玩 接下来我十个小时 都不会碰这个游戏 那我直接必成 对吧 第四点就是科技上面 有的时候优先考虑一下 升九功八卦 好的 这就是正统军 对抗侠客军的时候 我认为的主要的四个方向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 如果你落匪了 你该如何的增加自己的游戏体验 包括如何的去更好的掠夺别人呢 首先第一点 是否决定落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 S2可以说是整个 整个所有赛季里面 这个土匪最多的 因为到后面 有很多人被这个 就慢慢就是说白了 就是退坑了 然后大家也都是 更喜欢当正规军 当然也有一部分 就是后面 就是真的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萌的嘛 都慢慢的就是核心玩家 就那么一点 大家也不会说 我也去落匪 你也去落匪这样的 所以大家就S2是匪最多的情况下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 特别是对于新手而言 我不建议大家 是十分的不建议大家 去盲目的落匪 注意我这里的用词啊 就是说去盲目的落匪 什么是盲目的落匪 就是第一 你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实时战斗力 有的小伙伴啊 可能S1他那个就是美 就是这个月卡党啊 甚至说白嫖党 他一个赛季他根本就凑不起 一到两个比较优秀的主力 你这个时候你去落匪 说的夸张一点 你一对主力都没有 真的是谁都打不过 然后谁都打不过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资源产量 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在这等的话 真的就是坐吃山空啊 你必须要去打架 你必须要去打架 去掠夺边的资源 而且略地得到的资源 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其实侠客军主要资源来源 就是要么你补给包 比较惨一点 就是补给包 要么就是跟别人打架 不停地打架 我这打一波 三万木材 三万铁 这个五万多粮 一波就是很多资源了 我们一天如果说比较活跃的话 打个实际场 实际场 可能说稍微多一些 对于就是平均下来的话 没有那么多活跃的玩家 一天打下来的话 算你银一五把 输五把吧 银五场的话 如果都是对面是一个满笔的情况下的话 你也可以获得几十万的资源 对吧 也够你争一轮 甚至说一轮多的满兵了 如果说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那个话题 如果说你没有主力 甚至说主力比较差的情况下 就不要去 不要去落匪了 真的 宁愿跟着老大混 跟着同盟里的老大混 而不要去盲目的落匪 落了匪之后 发现水流打不过 然后直接慢慢饿死 第二点就是 落了匪之后 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 匪根本就不团结 所以说你更多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提一提吧 但是 公开来说的话 一个同盟里面的玩家 一般会 有一个自己的聚集地 聊天的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 下个局可能就没有 你看我拿我们这个军事来说吧 成员 有很多 我们在排行里面看吧 军事排行 有这个150个成员 包括这我们几个都 几乎都是 就是说一个军事的 就是说 150个成员吧 大家基本上都 你说活跃吧 也还都可以 但是 但是 那个我们的聚集地里面聊天的人 可能就那么几十个 因为大家就是 为什么落匪的 要不就是 就是一股脑跟风啊 我就是玩的爽 我落匪 我看这不少 我打一下 打不过我就跑 所以说可能就是没有 那个同盟那种 更亲切的感觉吧 还有就是啊 我希望如果大家决心落匪 或者说你已经 满足了这样一个落匪的条件 我有一对或者两对的主力 并且我就是想奔着侠格军这个玩法去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在 之前 就是在你这个资源还是充沛的时候 资源是产量很高的时候呢 把你资源先攒一攒 攒一个比较高的资源 然后另外呢 把战法点啊 这个稍微点上去一点 因为你成为侠格军之后 这个铜矿价值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经常会出现 没有我没有铜去 当然如果你是科技玩家 就当我说没有铜去买这个 这个铜币卡包 就点不上战法点 然后点不上战法点呢 就打不过别人 打不过别人就又没有铜 又没有资源 挣不到兵 就恶性循环了 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是侠格军固然是一个好的玩法 因为它极大的刺激了 促进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战斗的激烈程度 我们一般来说呢 可能对于SE的小伙伴来说 大家各地的 有的时候是两个出生地的盟合作 然后进资源州 怎么怎么样打架 然后会打一段打一个城 然后中间有一段发育时间 打一个城发育一段时间 或者说打一个城一部分人先去发育 另一部分人在等待 但是有了侠格军之后呢 经常是打一个城 打了一半 然后有人过来抢 是谁来抢呢 就是侠格军 或者说你打了一半 突然你自己老家被掏了 主力在前线 一回家已经是空空 什么都没有 资源也没有 地也被翻了 甚至说那个 有的那个玩家不太 那个讲义气啊 他把你那个高健也全给你翻了 你好几级的那个高健 花了好多钱 好多的这个材料 他说翻就给你翻了 就没有那个产量加成了 等于说就是一个好看 一点用都没有 这就增加了这个 游戏的这个战斗的积累程度吧 到后面赛季呢 侠格军上队来说就比较少了 但是也有 有的话是一个战略安排 这里也给大家 如果大家是各个盟的高管 甚至说盟主的话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 如果存在两周合并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可以是不是考虑一部分玩家去做一个侠客军 去做了侠客军之后呢 对敌方玩家进行一个骚扰 可能这么说起来 大家觉得没什么 就骚扰骚扰 你骚扰我 其实真不是这样 大家每个人都是注重游戏体验的 谁愿意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手机去看 或者打开电脑去看 资源也没有 钱也没有 兵也没有 久而久之呢 说白了就是起到一个攻心的效果 当然这样好像有一点卑鄙 但是这也是策略的一种吧 对吧 或者说用侠客军去吃资源 因为侠客军吃信息 侠客军到处飞 我在跑到一个州 然后我在重启到隔壁那个州 我看一看你在这个州里面到底有什么安排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你在铺路 我直接给你铺路的那些斯巴达给你截了 把你的器械给你一断 对不对 有的时候真的是听起来卑鄙 但是实际上作用还是很大的 这一期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正规军对抗侠客军 还有侠客军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 无论是配将 还是游戏玩法方面 包括整个游戏到底怎么样 这一方面可以私信问我 也可以在视频底下评论区留言 我反正我都会一一回复给大家的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